各位网迷老友好 欢迎又来到雷文的频道 今天当然要和大家说一下1月23日 沙田安排了10场草地日马 也叫做有两场一级赛的大赛日 各位未订阅雷文的频道可以免费订阅雷文的YouTube频道 可以加入小迪的YouTube会员月费计划 去支持这个讲真心话的真正的赛马台 雷文每一次都会出3-4条浴城赛马片 对上那天出4条 也叫做拿了1个Win 2个Q 另外会员片方面 4条片中1条4重彩 1条3重彩 1条Q 另外有一条位置Q 也叫做有运气 长长都有钱收 讲回今天的赛事 雷文今天出第一条浴城赛马的片 因为始终是23号才跑 现在是21号 会员朋友今晚会有个雷文事前live 今天是公开版的 只要进去雷文的社群的频道 社群会找到直播的连结 我大约9点左右会放直播的连结 直播是10点进行的 明晚的会员朋友也要留意 如果youtube没有推片给你们 新会员朋友 入雷文频道社群找直播连结 旧朋友也习惯了 找自己的片看 希望各位 这一段时间都要注重健康社会卫生情况 祝大家身体健康 马运亨通 希望各位可以赢多些 说到今次的23号的赛事 10场浴城赛马系列片 拉叔出不出 当然出得 香港跑马 骑士停赛 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停 可以选假期的 别管这么多 希望今次的赛果 不要再跑 三班马就跑五班步骑 希望赛果会好一点 今天和大家说第四场 就是四班千四米的赛事 这次来说哪一只 做浴城赛马系列 今次我选了 欺斯马房 搭着何宅瑶 2号的健康第一 健康第一 健康在网 是摆苗里德马房的 也是一个斗志不错的马主 得不得一件事 整天拼 但这一只马来了两季 这么大把只入过两次 先和大家看看这一只马上季 在国能的跨下连回很多意外 撿了个十三档 塞车 输了一个马位 其实当日输给的 团结力量 好眼福星 高耀智星 美丽多多 天池怪合 障碍这些 在三班都是有得跑的马来的 当日他第二段还要 虧了个万步速 虧了万步速 扔到外面冲 都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裸位的时候 是相当轮盡的 当日这只健康第一 以一个冷门身份 97倍 删了个第三 当日 李文都不小心困得中 不过 塞车回来 裸位不信 只能跑得到第三 红红的 粉粉的 色衣服 一点点 那只是健康第一 当日在三班 撿了个外档 第二段 虧了个万步速 旁边那只是天池怪合 前面是美丽多多 前面的马 其实都是有些有实力的马来的 当时还在三班 这只健康在望 当时我们的国能各大盒 就是骑这只健康第一 第二段 虧了个叫做万步速 都挨近22秒 但是呢 一会儿入到直路 裸位 就 都是挺麻烦的 看到雷文的心都挺痛的 现在看回都很痛 进入到这里 本来揣了一只美丽多多 里面的 谁知道这里 就被那只幸运什么 阻挤着 然后他还要打斜 再抽出来 在这里 塞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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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 这一只好玩复星 其实那只好玩复星 开头都弹开他 最后那几步 追得上来都挺厉害的 里面整排 美丽多多 高耀智星 将耀 天慈怪盒 整多都是交表演的 虧了当位 虧了第二段慢步速 入直路麻烦 都能跑到过第三 始终到 季尾时 一直都交不了表演 其实看这只马的赛绩 先把谷草 先擦掉 今季季初 雷雯都嚴短,我都接駁他這隻馬雅健康第一 但當日馬雅的發揮又是相當麻煩的 當日雷雯選一隻馬逆士奇巴 拖牠 誰知這隻健康第一打算縮情下來 因為季初第一場有點新鮮感 想著可以應付得到 其實他真的應付得到 只不過馬雅哥哥的裸位相當令人頭痛 現在跑千二米,前面的逆士奇巴 現在在三班證明了是一隻絕對站得穩的馬 前面的會長之聲也是一隻很準的馬 轉了偉大馬房 這隻健康第一,縮過來跑千二米 其實都交到一個不錯的表現 入到直路,雷雯都打算碰當 這次位置Q 前面的逆士奇巴 今天都出來了 健康第一 會長之聲在後面 製造了一個 角色給他探討 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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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士奇巴 大大步 郭威武 他還在塞 塞 等人家打開 這裏 強行地 再打下去 追下去 只有一個近字 塞了很多步 1200米 回到1200米 始終都差一點 之後又試過加眼罩 撿大外檔 上次就脫了眼罩 跑1400米 下班了 撿了五檔 我覺得這場 何宅堯 其實這隻健康第一 發揮是相當之麻煩的 當日 雷雯就幸運 四重 五重 都中了 和這麼多位 這隻健康第一 三十多倍 捉到他應一應棍 看看他要怎樣輸給那隻健康快驅 我覺得 何妖 發揮這隻健康第一 是相當麻煩的 首先步速就慢 慢步速他就撐了下去 然後人家的健康快驅 繞在裡面 衝 他還要打斜抽出來再追 輸給健康 快驅 這隻健康愉快 本來你咬住這個位 你慢步速就有隻馬走 這裏 後來你兩個馬位的健康快驅 就撐上來了 健康快驅上一場 雷雯都說他早了法力 今天 稍微跑得正確一點 就贏得掉了 本來那隻健康 第一 又健康又醫療 那隻健康第一 本來守住在中間這個位 現在移到健康快驅 還要被那隻極速騎上去 人家健康快驅就撐在內蘭那裏 就一步不蝕 你看一下他怎樣拿位 何宅耀哥哥 何宅耀哥哥拿位 真是沒得頂 一會那隻新威王也出的 這一場都很失車的 健康快驅 一會就撐到裡面 就贏幾個馬位回來了 這隻健康愉快早段 撐了下去萬步速 這裏還要打斜抽出來 又是這樣塞過的 人家打直走 他就要打斜退幾個馬位 再上來追回 健康快驅在裡面 跑得正好一點 用好過段力 就贏 一條街回來 但是那隻健康第一 又虧步速 又跑錯 再在外面虧腳程 追上來 那隻跑得好近排都很好成績 那隻極速騎士 每隻都是準的 那隻新威王 亦都是 塞車之下跑得差 新威王 健康第一 健康快驅 跑得好 這隻就是 極速騎士 我記得極速騎士 這裏其實距離極速騎士 都很遠的 何宅堯 剛才那裏就不要說了 這裏就騎上來 裏面那隻 是沿途在省 新威王 剛才裏都很麻煩 都拿不到 都有追 五重彩 中了 另外一條冷Q 都得手 這次 這隻健康第一 仍然有一個好的當位 在一個育城賽馬系列來說 上季在三班 其實都跑錯幾多東西之下 輸給好玩 復星就跑過第三 今季千二搏爛失手 又粒眼罩 又撿大外檔 都幾多東西 去到上場一落四班 撿好一點 當除眼罩 已經跑錯之下 可以後尚如飛 追過那些 極速騎士 跑得好那些 今天如果 何妖發揮得 醒醒定定的 撿回綠檔 上次 跑錯了 如果好像健康快驅 修正一下 撿回好一點的當位 以他的班數有一個好的當位 我覺得今天 就育城賽馬系列 就拿這隻健康第一 組織一個故事來說 我覺得 都有他的可取之處 希望各位未訂閱這盟頻道 可以免費訂閱這盟頻道 可以考慮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今次的賽事 1月23日 第四場 四班千四米 第一條育城賽馬系列的影片 Layman就選了這隻 希斯馬房 搭著 上次 何宅堯發揮 認真麻麻的健康第一 剛才那條片 如果他不是釘出去 在裡面 若然他找到位 找得醒醒目目 應該可以再接近一點 看看今天何宅堯 怎樣發揮這隻健康第一 多謝各位捧場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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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 請問一下 感谢观看